朋友们现在外面下着大雨 但是我们找到了一个有盖的场地 布林雨来跟大家讲一下 这台比亚迪Song Plus EV的冠军版 Song家族一直以来对比亚迪来说 我觉得都算是一款非常重要的车型 那么Song Plus之前的老款车型 我也觉得在同价位中 这个紧凑级SUV级别 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买了一台车型 新款其实变化挺大的 特别是这张前脸 整体的设计会更大戴 不像以前来的那么保守 现在日间行车灯设计在下面 这个主大灯平时白天是不亮的 我特地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里面有这种水滴的造型 而且整个大灯的造型 就看起来就会有一种小小的魅惑的感觉 它的车身尺寸其实一直以来 在紧凑级SUV同级别中 它是比较占优的 因为它的身长度是做到4785毫米 轴距是做到2765毫米 所以也保证了它车厢里面的一个尺寸 然后这台是一个顶配的版本 是卖到20万9800 它的价格区间是从16万9800起的 这个顶配是可以有 纯件605公里的续航 后面是直接给到了你一个隐私玻璃 整个侧面的线条 没有什么复杂的元素 但是你冲眼看上去 这台车就是一个比较舒服的感觉 它用的是一个玲珑的轮胎 尺寸是235 50 29的一个尺寸 是有一点小小的遗憾的 在这个接近20万的价格区间 可以用到更好的轮胎 这个全系3.3千瓦的对外放电功能 你喜欢出去玩也赢 那它取电是非常方便的 车尾的部分呢 你乍眼一看 还是会有熟悉的送pass的那种感觉的 很多细节方面做了很多的变化 也是做到这种水滴的这种感觉 你从近距离的看这个车尾呢 你会感觉它的精致度会来的更高一些 尾箱空间具体的数据呢 我是不知道的 给你利用的部分呢 算是比较规整的 这里两边呢 其实有一定空间的侵占 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它是为了更好的去照顾车厢的空间 毕竟后备箱的空间 可以通过这个后排座椅放倒去做扩展 但是你的车厢空间 很难去做一个灵活的调整了 车厢里面的变化呢 相比老款 我觉得没有那么的大 总体的一个车厢氛围呢 就是一坐进来 你就知道我坐在一台送的车厢里面 主要的变化呢 来自于这一块啊 听说呢 他们是听了很多用户的意见 把原来放手机那个横的无线充电呢 把它变成竖了 它是两个15瓦的无线快充 然后这一块区域是我现在非常喜欢的 一下子把这台车的一个车厢的质感给拉高了 夸张的来讲 你会感觉开的是一台保时捷 像大众啊 奥迪啊 还有保时捷 确实也在用这种挡杆 视觉上该给到你的一种质感也有啊 中后台呢 也有层次感 该给的缝线呢 也是给到了 一体化的这种运动座椅呢 做起来也很舒服 顶配的版本呢 它是带座椅通风加热的 整体你的乘坐啊 使用几乎是找不到任何槽点的 后排呢 是送plus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亮点啊 因为我觉得买这台车呢 一定是考虑家用 后排乘客坐人会多一些 腿部空间很宽裕 整个座椅就像你家里的沙发一样 中间这位乘客 两边的乘客 都可以坐得很舒服 包括他也给到了你一个纯平的地台 他的后排的靠背是可以调节角度的 这个是比较躺的状态 这个是相对直立的状态 那么你如果说你想睡觉呢 就调了躺一点 如果说你想正常的乘坐 或者说你可能在吃点什么东西 就可以调到这个状态 那这个后排体验 我觉得在同级别中 是可以给到一个比较高分数的 另外你看这个座椅的柔软度 真的就是跟你的家里的沙发 没有任何的区别 OK我们现在是把这台SOM PLUS EV的冠军版开到路上 这台车它是有两个续航版本的里程的 我们今天的运气比较好 拿到的是一台605公里续航的版本 它还有520公里续航的版本 其实它不光在电池的容量上会有差别 一个是87度 一个是71.8度的电 电机的输出功率和扭矩和充电功率上都是有变化的 比方说像这台605公里的版本的电机的输出功率是160千瓦 低续航的版本它是150千瓦 扭矩也是相差20牛米 这两个版本的说实话 你说日常用有多大的感觉呢 也没有 但我只是单纯的觉得在价格相差不大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还是尽可能的去选择这台605公里纯电续航的版本 相比于老款的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 很多人会说比亚迪的悬挂如何如何不行 我是绝对否认这句话的 因为底盘的悬架形式包括布局是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它的调教 那么Song Plus EV这台车呢 因为它是传电的车型有一定的重量 所以它现在底盘调的是那种偏蹲矢的状态 从两个角度来讲 如果说是过一些比较大的颠簸 我在开的比较快的情况下呢 整个底盘带给我的反馈是厚重的 但它也不是完美的 它在一些比较高频率颠簸的情况下 它的底盘会传递来一些比较细碎的高频的一些震动 这个就是它目前做的好和不好的地方 因为它没有去配备一个可变阻尼的悬架 所以它为了照顾一方面的需求 或者说大多数我们使用场景的需求 那么肯定是要做一点小小的牺牲的 那么不光是这一台车 任何传统机械悬挂的车都是如此 作为一台纯电动车的隔音是比较重要的 我看一下这个车是不是 它前排是用到了一个双层夹胶的玻璃 整个隔音的水平呢 我觉得是符合这么十几万 接近二十万价位的一个SUV 二十万以内十几万的价格 你要去选一台SUV 那我觉得Zone Plus EV现在这个版本 你可以去试一试看一看 是不是你自己喜欢的那种感觉